好 美女朋友們 趕快 雙親 小心 跟我們鼓授一下 記一個運動POSE 3 2 1 台北市長蔣萬安跟著運動網紅一輪 做出運動姿勢 推廣養成運動好習慣 台北市政府延續之前好評 今年再推出U-Sport台北樂運動計畫 落實整座城市都是我的運動場裡面 打造運動之都 那去年9月我們開始試辦 3個月 那這當中確實有很多民眾 有正面的反饋 累積有2萬多人升起 而且我發現統計有6個市民朋友 他幾乎是全勤子 使用超過了94以上 有一位真的是全勤 等於幾乎每一天都進入運動場館 使用U-Sport在運動 所以我想最重要 我們把去年3個月 我們來自各界的反饋意見 我們幫他做了一個會成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全面的檢討以後 全新的U-Sport台北樂運動 提出而且升級 最主要有3個大家可以知道的重點 第一個 樂幾點 第二個 加碼錯 第三個 好康抽 幾點 然後加碼 然後再抽獎 那這3個方案 等一下我們都會有一個詳細的說明 讓大家更加的了解 那我想重點是 我們這一次希望 讓市民朋友更方便 簡單易懂的方式 來使用我們的U-Sport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特別有專屬的APPAPP 所以從今天下午2點開始 大家就可以下載 然後直接透過簡單的介面 就可以申請 就直接取得 包括累積 5UB 或者是馬上取得 抵用金 1500元 那我想這些 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我們台北市 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能夠達到40% 目前我們還差一點點 雖然目前我們已經 大概38點多 39% 還差一點點 但是 我們已經是六讀第一 那我們很希望能夠 持續的推動 整體的運動風氣 讓不同的年齡子 大家都能夠享受運動的樂趣 那另一方面 我們除了推動 台北樂運動U-Sport 這樣的方案外 我們也持續的推動 相關硬體的建制 包括上個星期 會才到士林 參加我們目前規劃 台北躍動 就是跳躍的躍 躍動館 就是台北運動中心的2.0概念 但我們取名叫躍動館 已經盤點了九處 未來我們將新建 躍動館 那裡面 當然除了基本的綜合場館 籃球 排球 羽球 以外 我們還有包括 幾次的健身中心 然後還有各項課程教室等等 另外規劃九處每一館 一特色 包括 士林 我們去的客牆游泳池 會來改建以後 除了這些機友設施 我們還會規劃 在當地 客牆的運動館 我們會有 兒童提示的中心 另外其他幾處 規劃包括室內設計 還有 三鐵的訓練中心 還有水上運動 還有草地上運動 還有皮克球等等 我們希望 從機友設施再培養 各項有潛力發展的運動效果 那另外 去年底 大巨蛋的正式啟用 大家也看到 帶來很多的相關效益 目前我們舉辦的 不管是押井賽 還有今年初的 日本獨白軍人前來 以及中華職棒的開幕 以及接下來 有很多場的職棒賽事 其實帶動的不只是 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更近距離 更好的體驗 來欣賞棒球賽事 我們帶動整體的經濟效應 以及地方經濟的活絡 所以很多推動 全面運動的政策 一一的上路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享受運動 而且就如同 我們這一次 台北樂運動的一個宗旨 動越多 賺越多 賺越多 所謂賺到的 不只是你的UB 可以去使用 去買商品 可以去免費使用運動場館以外 更重要是賺到自己的健康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感謝每一位協助 這項全面提升政策的夥伴 讓我們U-Sport Time的樂運動 能夠以全新的面貌 展現在市民朋友面前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努力 也希望在整個上路之後 市民朋友可以給我們各項的反饋 所以我們會運動式調整 讓他做到更好 希望很快可以達到威力人口比例 超過40% 出了抽底佣金 民眾到運動場所的運動還可以累計幾點 額外再獲得UB 動越多 轉越多 次數達標還可以參加8月及12月 會推出的好康抽獎 有機會將電動機車 腳踏車 運動手錶 相機等好力帶回家 記者温宇俊 台北報導